一名尼加拉瓜的外籍学生 他和朋友到新北市三峡五辽尖山区登山 一不小心摔落山坡 左小腿骨折 没有办法不行了 那么原本打算出动直升机来进行吊挂救援 但是我们知道这几天天气不好 驾山上风速过大 最后呢这名受伤的学生 是由消防人员用杯的方式 将他安全的运送下山 消防人员急忙讨论 要如何抢救这位困在山区的尼加拉瓜登山科 这位来自明加拉瓜的25岁交换学生 和朋友一起攀爬新北市三峡五辽尖山 却因为天雨露滑不小心摔落山坡 当时的状况 这一个受困者的报案 从山上就是五辽尖的零线步道 接近零线的差不多40公尺的地方 落差有超过两米以上 接近三米 掉落 导致右肖腿严重骨折 上午10点40分接获报案 随后出动空情总队前往救援 却因为天后不佳 无功而返 只能靠人力全力抢救 我们就到乡下的时候 我们有跟他做一个建议 他也接受说 以后会注意小心 首先这位外籍登山客 只是骨折意识还算清楚 在下雨天攀爬陡峭的山坡 简直就是玩命的行为 OK OK 谢谢